周星驰的前任余文凤加剑英时作为富商与静波的女儿 她在投资方面很有经验 2010年相令13年的两人正式分手 分手后余文凤却一直对周星驰咬着不放 多次向她提高追讨7000万投资分成 11月18日干案在香港法院开审 对于余文凤律师声称 周星驰曾承诺给她10%的利润分红 7000万至今没到账的说法 周星驰的律师却表示 这只是两人热恋时的情话 不具有法律效力 11月20日据港媒报道 周星驰方律师称 她仅在2002年的一次约会中 跟余文凤主动提出 以议程投资利润作为馈赠 但余文凤听后却否认 两人之间曾有此约会 还笑颜周星驰当时 可能是跟其他女子约会时说的话 这话听起来像是指责 周星驰在与她交往时劈腿 不仅对她在圣诞节有过口头分成的承诺 还在约会时承诺了其他女子 不知道周星驰听到余文凤这样说 内心会否很郁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